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皇帝的确很出名 但是有些皇帝往往被忽视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皇帝 功劳远超乾隆 开创了一大盛世 这位皇帝大家并不陌生 就是离猫换太子的主人公 宋人宗赵真 他十三岁登基 五十四岁驾崩 在位四十二年 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一生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 并且开创了宋朝最伟大的盛世 仁宗圣旨 跟很多傀儡皇帝一样 赵真登基初期 刘太后垂帘听政 把握朝政大权 刘太后与汉之旅太后 唐之武则天并称 但是此人比较仁慈 去世后还是把皇位还给了养子赵真 因为离猫换太子的原因 赵真的生母并不是刘太后 而是李臣妃刘太后是宋朝最伟大的女人 是 人对她的评价也颇高 宋人宗赵真得知刘太后不是自己生母后 还是以孝子的礼仪 宋完了 她人生的最后一程 可能受刘太后的影响 宋人宗掌握皇权后 对下属官后遗戴 让百姓休养生息 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 宋人在位期间出现了范仲淹 韩席 傅毕 欧阳修 姿马光 王安石 苏氏 包整 刘勇等大咖级别人物 可谓名人辈出 有几个朝代的人才 能与之相比 跟唐太宗李世民一样 宋人宗也善于那界 这也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装 宋人宗讲究民主 能接受的 他就接受 一时不能接受的 他就不理不睬 但他对提议解释 绝不打击报复 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跟很多宋朝皇帝 宋人宗不喜欢打仗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和平共处 宋朝每年向灵国支付一些金钱 以换取天下太平 很多人会把这看成是耻辱 但是相比于战争时期的开销 这些钱的确算不上什么 就拿辽国来说 他们直接放弃了徽师南下 宋辽之间维持了百年的和平 大文豪苏是这么评价道 宋兴熙十余年 民不知彼 富而交之 至天上 景佑基义 天圣 景佑都是宋人宗的年号 宋人宗驾崩后 大宋举国呆痛 京城直接罢市 全国百姓们痛哭三天三夜 宋人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后 燕静之人无远近皆哭 当时辽国的国王耶律宏基也大吃一惊 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首号桃痛哭道 四十二年不识兵隔矣 又说 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种 寄托埃斯 宋人宗是一位仁慈的皇帝 虽然他每年给敌国支付了大量的金钱 但是天下太平 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对当时的百姓来说 这样的皇帝就是好皇帝 也许宋人宗称不上千古异地 但绝对是一代明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